你说体制有没有变化 目前坦白说还看不太出来 现在看到是人事的变化 不过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担心 还不是说体制将来怎么动 我觉得他现在有三个大担心 第二个大担心就是 我习近平个人 我们这一群人会不会失掉权力 这是第一个担心 第二个担心就是 我或者我们这批人会不会被暗杀 第三就是共产党会不会倒台 就是亡党的问题 这三大问题 我们一个来看 我们在外界人比较少做这件事情 但对中共或者对共产党来说 他会读一件事情叫做国际共运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些才是很好的参考架构 因为这些国家是共产政权 共产体制一党专政 他们碰到问题 跟别的非共产政权碰到问题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参考这些国家 他们从里面吸取经验跟教训 然后确定我怎么走下去 你上次不是提到他们讲大党难题吗 什么叫大党难题呢 我们共产党这么大一个政党 一党专政了七八十年 压迫劳平到今天民怨沸腾 我如何能够继续压迫他们 然后执政下去 这叫大党难题 大白话 大白话就是这样 但讲得漂亮叫大党难题 少见的大党碰到的难题 他们常常把它包装起来 但实际就是这样子 所以第一呢 就是失去权力 从这个习近平角度来看 失去权力是非常真实的 为什么 毛泽东就曾经失去过权力 对 毛泽东在搞这个人民公社 搞大要禁 搞了三年饥荒 死了几千万人之后 党内同志分身发生 地方老百姓怨声载道 那不用说了 问题是党内干部 大家一起发声在那边讲话 虽然后来在七千任大会上面 他做了一句轻飘飘的自我检讨 作为国家主席我也是有责任的 他虽然只讲这句话 他必须把国家主席交出来 他专任党主席 因为党内一致反对 他在干国家主席了 所以他把国家主席交出来 他专门去干党主席 然后人家吩咐他 你去研究这个阶级斗争问题 他去研究理论问题去了 好了那这个国家主席交出来 那谁来接呢 刘少奇来接 刘少奇找了邓小平 推三自一包政策 搞出来了 然后重新活过去了 刘少奇接班 固然把国家经济搞起来 大家觉得心心向荣 又能够吃饱饭 又吃上肉的时候 毛泽东不舒服了 为什么 我的权力被剥夺了 所以他要夺权 前面搞了桃源经验 没有成功 后面搞文化大革命 搞了更糟糕 所以对中共来说 政策出现重大失误 失去权力完全有可能 这是前策硬件 那你说这个毛泽东 那个太激烈了 我们早就清点 对 清点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在1960年代 权力斗争出来了 然后当了一把手 风光没有几年 他在党内推行改革 大家不要看赫鲁晓夫 起貌不养 像是个大号的马铃薯 但他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 他真正对党啊 政啊 跟社会上做了一些推进 但他的推进 老百姓是欢迎的 就得罪了谁呢 党内官僚 党内官僚惜于特权 然后享受这个好日子 现在你要改掉 我们的特权受到影响了 所以党内官僚 起来反对他 最后用什么理由反对他呢 第一 1964年到65年 农业欠收 怪罪于他 第二 跟中共关系搞坏 中苏共交恶 把这两个事情怪罪于他 结果他被迫下台 这两个事情严格说 以今天来看的不算太严重 因为以今天中共来说 这事情都发生了 你跟美国交恶情况 严重过中苏交恶 所以可以下台 也就是对他来讲 这个因为政策失误下台 完全可能 那如果说我三年清零 这个早就搞到这样子 一夜又回到清零前 然后跟美国关系搞坏 我完全有可能下台 这是他的第一个忧虑 好 第二个忧虑就是暗杀 在中共党史里面暗杀 是很常见的事情 原的票讲 文革当时四人帮 多次想杀邓小平 官方发布的资料 就是那段时间 四人帮曾经七次想杀邓小平 被邓小平逃掉 你说习近平上台之后 那有没有这暗杀的企图 有啊 不是一直传说 王岐山被暗杀多少次 然后习近平被暗杀多少次 李克强尤次在哪边去视察的时候 在西北视察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暗杀企图吗 所以这都是真实的 但是对中共来说 他要考虑什么呢 别的独裁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他不是暗杀货就是枪毙啊 比如说利比亚的格达费 然后就正面之后被拉下去 然后枪毙好像是尸体 还是拉公开去被淋入 你说他看了这个 他难道不担心吗 好 那从国际公寓史 他看到一个什么呢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古 我们叫齐奥塞斯古 他们叫齐奥塞斯古 在这个苏东坡当中也垮台 然后最后也被枪杀了 跟太太跟几个高阶亲信 在这个刑场那边冲锋枪杀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第二个危险 就是暗杀或是这个墙壁 第三个就是共产党倒台 共产党倒台可能不可能呢 在他看起来完全可能 你记不记得这几年来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什么事情就是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 香港的事情 从这2019年开始闹起 中共官方就开始慢慢定调 我当时有提醒 最后中共一定把它打成颜色革命 变成说有外国在干扰 外国在插手 进入上煽动起来的颜色革命 后来中共就这样讲了 所以颜色革命对来说 是非常真实的问题 问题是这些发生在哪里国家呢 发生哪些 发生在中东国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阿拉伯之村 阿拉伯之村当时有个地方 叫什么茉莉花革命 就搞到当时胡锦涛到国外去 这个参访 听说在国外唱了一首歌叫茉莉花 然后这首歌在国内被禁掉 就党的总书记在国外去唱 也就是阿拉伯之村对来说 是真实的事情 那你说这个不够真实呢 苏东坡是真实的吧 从1989到1993年之内 十个共产政权瓦解 这是真实的 他记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一直讲 我们要反和平演变 现在讲反颜色革命 就是记取苏东坡的教训 苏东坡的事情从哪里开始呢 1989年天安门屠杀嘛 1989天安门屠杀发生了哪 就是他脚底下呀 所以他的印象是绝对真实 绝对深刻的 那个时候他或许年轻 他可能还在这个宁德 或者哪边工作 但是这个教训他是血淋淋的 那你说这些都过去了 现在他的政权非常稳固 不好意思 前几个礼拜 不才爆发了白子运动吗 你把有人外国把它叫白子革命 我们是把它叫做白子运动了 他们自己是为什么白子革命 因为有一个驻外的大使不是讲 那白子白子有颜色 白子白色不是颜色吗 所以对他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东西 我一直在讲 其实习近平有三条道路他可以选 第一呢他想选李光耀的道路 但是时过境线不可能 第二呢他不愿意走戈尔巴乔夫道路 但是我一直提醒 你仍然有蒋经国道路这条路可以走 你如果想清楚了 你真的放弃共产党 你说不定还有一切希望 对 因为他如果眼睛都是颜色革命 其实这些人就是他最大的盟友 而且他一直讲颜色革命就提醒人民说 你不把中共倒台呢 你就是没有希望 对 因为你做什么都颜色 对的 这话是对的 就像我们 我们做什么中华民国人 都说我台独那你要怎么样 对的 好 那同样问题我请教这个 廖董怎么看的 刚刚明老师讲的那些说 其实中国的内部很多东西 我们是不理解的 比如说什么人被暗杀 被什么样 我们都好像听了 只是听人家说 我有一个朋友 他老婆是公检法的 然后当年 当年王岐山在查贪腐的时候 我朋友他老婆的上司 的上司就是王岐山 他们这个团队死了很多人 所以他老婆提早退休 他说他们在外面 都不敢在外面吃饭 他们以前同事在外面吃饭 然后有人走过去 指甲里面口一点东西 到你菜里死了 这个在中国你挡人家财路 人家暗杀你是很正常 我们这种民主国家 觉得很荒唐 在中国是司空见惯 所以他老婆才四十几岁 就赶快退休下来 我讲的就是说 这些东西是不同的 国度的情况 我们不了解 但是这种事情 你说有没有暗杀 暗杀习近平 一定是很多的 中文做这个事是很正常 因为他们一般人想到的事情就是 暴富我就是把你干掉 私下把你干掉 黑社会也都是这样干的 像胡锦涛以前也听过好多 他对他的暗杀的传闻 所以说民主国家还是比较安全 还有我们在讲说 为什么刚刚讲说干部巨量死亡 他们不是有一个人在公开讲 有一个叫他们的原文化部长 叫高湛祥 他说这个高湛祥 前次的器官都换过一次了 还是没逃过这次 他们说什么 江绵衡那个肾都换了五次了 有人讲 那大家开始问你 我们在民主国家 你要换一个器官 一辈子都等不到 为什么中共你只要逃好价格 你第二天就可能 所以就之前所谓的强灾器官 确实是存在 因为他们是全世界换器官 全世界第一名 他们自己承认的 那个都还是有记录的 没有的更多 所以也就是说中共的强灾器官 是在这一次也不经意的被它爆出来 所以为什么那些高官 很多高官 都是换过器官 而且他们的医院还标榜说 那时候广告 还没有被盯上的时候 标榜说 我的器官是活体的 活性特别好 而且供体还不抽烟 不喝酒 我真是夸张 太离谱了 真的是很离谱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他们有意无意的 把这些东西弄出来 其实让世界人更看得清楚 所以你说他们这个政权 还能撑多久 所以我知道 你刚刚提到说 因为很多人换器官 所以他们在疫情中大量死亡 有可能就跟他们就是讲 抗排吃药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影响他的免疫系统 虽然配对完 但是你外来器官放在身体里面 它会有排斥 你的免疫系统会排斥他 对 所以他是要把你的免疫系统 压下去 免疫系统压下去 你就很容易感染了 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人感染的 基本上就不活就是这样 这个大概 大概是这个道理 那你说习近平还能 他的位置能不能做得稳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东西 他不是说他已经不再补助地方 地方在了什么 地方在跟城头在很吓人 对 他不是说不再补助了 当然显示他中央没钱了 但是这个东西我认为会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 地方是因为你给我钱我才听你的 你都不给我钱我还听你的 这个有可能让地方做大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地方割据 这个是时间长了会有 会有 因为你的权威 你的权威基本上你 你就是因为你能够 养我这个这个神是吧 你今天你都不给我钱了 大家对你的看法就会不一样 时间长了 不再相信你了 难道你每一个神你都派兵去打吗 不可能嘛 你在国内不可能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从经济崩塌 会引发成政治的问题 这是必然的啦 就没有没得贪了 以前我心里你让我贪我听你的这样 你看军阀时代地方其实自己的很好 军阀在把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很好 现在没有人把它当作自己的地方嘛 我是共产党的雇员而已 是吧 但是你如果说你地方 你中央不再补助地方 地方会不会形成地方割据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 习近平他他要担心的问题 也就是从经济下滑所演变出来的 任何问题都会发生 任何问题都会发生 那这个情况下 我看习近平他现在 我看他是没補了 你知道吗 这两天不是看到一个视频 我看到习近平那个表情 极其的颓废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是生病了 还是说那个意志力已经 意志力已经崩塌了 确实这些问题都不是他解决得了 也不是他那些团队能解决得了 是吧 经济没有经济人才 防疫没有防疫人才 基本上就是一群 我认为就是一群小流氓 所以这个事情 相信习近平他是解决不了 所以他现在又遇到 这么大的压力 又可能人身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感觉 我最近看他那个样子 我感觉好像就很倒霉那个样子 我认为这是个迹象 这个迹象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他的那个 还能够撑多久 我从来不相信他五年能做得完 其实我这个应该在好几事情我就说了 我一直不相信他五年能做得完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民间真的在集结那个反抗势力 因为习近平的威望 严重下滑 大家已经不太 不太那么 那么把它当神一样看了 在极权国家 如果人家不把你当神的话 其实他是很危险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是觉得应该不会太久 从各种迹象 民间的那个集结力量 我真的不相信白子革命 那个是大家自发的 不会那么巧 每个地方都搞这个 烟花革命 这些东西还有重庆那个 这两万多人 那个核酸厂 两万多人把重庆搞了个底朝天 以前有可能 以前的人民只要看到公安 我在中国那么多年很清楚 公安出来的人民就是鸟兽散了 没有人敢去冲撞公安 现在他们什么武警都敢去冲撞 什么地方有那个什么黄守线 他就去冲破他 哇 我觉得这个风气已经 形成了 习近平真的是涉涉发抖 我相信他是涉涉发抖 因为这个发展到 发展到哪里不知道 包括他把人家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 团派这些人全部弄了 他们实力一定还在的 所以我想这个未来的发展 可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更油脂的节目 好 好